中国华北、西北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 旱灾据各种自然灾害第一位 1952年10月 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提出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 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现在我宣布南水北调工程开工 2002年中国启动南水北调工程 规划东线、中线、西线三条水道 三个工程总长度达5599公里 比黄河还长135公里 分期建设大约需要40到50年 今天我们做这个电影就是我们想告诉更多的人们这项工程带来的这些效益的作用 给这个沿线的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谢谢 我发疑电视制片厂、黄河厂长的命令到这来饰演一个景色 南水北调这个大事儿 包启牛串 这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最成的 哈哈哈哈 南水北调是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国家 所有的北京人热义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来这来给他撑你 再来一次 要他撑你自己家里 我听到说每一家都有自己家的一个经济 因为这要整个一向半走的 这个原始功能更严重为大 你开了几个说法 还在中间 第二个 行不行啊 行 这可以对不对 还会这样 可以 搞得很像 因为我对这个男生比较重要很有感情 我到这个沿途的结局里面 我非常感动 不亚于一样 好好吃这个 好 好 好 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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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军众很清静的感觉 因为 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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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你 爸 爸 爸 你别跳 眼睛容也没想到 这 我才是说 我才是为国家的做义宴 你用红奇渠的精神来提礼 眼泪过 眼泪过 哈哈哈哈 天啊 我接这个图片 我看到了 有时候直接 让我出现一般的图片 在加上 对这个 男后女士的图片 真是非常感激 真的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这个电影 非常好看 真的吗 我真的有那么感激